下午劳动部审议最低工资结果出炉 就如外界所预期 明年最低工资连9涨 月薪涨4.08% 来到了28,590元 而时薪则是等比例调整达到190元 对此劳团表示符合期待 资房则坦言 担心物价会跟着一起涨 小排肉串算上烤肉酱 薄利多小的烧烤店 每月人士成本占支出20% 换算下来超过20万元 但面对最低工资 明年上涨 业者表示不担心 这个调涨也是最低基本工资 那我们一般给的工资 一定是不可能给到最低基本工资 都蛮高于最低基本工资 拥有握薪资 吸引人才是店家解决缺工问题的方式之一 劳动部9月4号最新审议结果 最低工资连9涨 月薪调升4.08% 来到28,590元 拥有189.5万名劳工受贿 实行则是等比例调整达到190元 历经近四个小时的讨论 结果出路后 劳团认为符合预期 资方则担心影响物价 跟我们的期待 希望能够控制在两趴以内 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我们也会含烈的接受 因为我们担心的是 怕这个物价会跟着调心 一般上半族多数并不是领最低工资 因此最担心的还是物价螺旋式上涨 让日常民生开销变贵 是否造成另一波物价通膨 得持续观察 记者夏春夜令板台北采访报道